又回來我們繼續限有心靈空間 現在想跟大家說的是 有關這些失喪、哀傷相關的情緒和感受 你說其實都是那些的,很傷心的 當我們仔細去看 會發覺更多不同的感受和情緒是包含在裡面 所以我想跟大家看一看 看之前先講一個故事 又講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本身有兩個哥哥 但那兩個哥哥是同父義母的哥哥 大他很多 所以他小時候不是跟哥哥玩 而是跟他哥哥的兒子 差不多年紀的大家是跟他的兒子玩 而他媽媽就是爸爸的第三任太太 佛洛伊德就是媽媽和爸爸所生的第一個小朋友 也是兒子 雖然實際上他不是爸爸的長子 但他的地位就像長子一樣 他出生的時候 都沒有人跟他爭父母的愛 哥哥已經長大了 而且他是媽媽的第一個兒子 萬千寵愛在一生 爸爸媽媽都很重視他 很珍惜他 甚至乎他一直長大 佛洛伊德在家裡的地位都很不同 一家人就要在下面下去飯廳吃飯 但佛洛伊德不同 他們家裡不算有錢 但佛洛伊德自己有一間房 而且他吃飯是有專人媽媽拿上去給他吃的 他不用走下來 為了要讓他專心讀書 爸爸一直都覺得佛洛伊德是聰明的 供他讀書 一定會很有成就 很有期望 很有寄望 對他 他出生之後 所有的愛、關注都在自己身上 但到了他一歲多的時候 兒子Julius出生 在這個時候 他有很多長子的感覺 就覺得分薄了 媽媽、爸爸的關注和愛 而他甚至乎 私底下 在心裡秘密 就想著 希望弟弟Julius會死 他死了 我就可以拿回爸爸媽媽 完全拿回來 在Julius幾個月大的時候 他真的腰折了 過了生死了 在這個時候 佛洛伊德的傷心 因為弟弟死了 也有一種罪惡感 因為他之前想想 弟弟死的 弟弟真的死了 所以他有一種罪惡感 覺得好像關自己的事 他還覺得有點開心 因為弟弟死了 就少了一個競爭者 跟他欠爸爸媽媽的注意和愛 你看看 一個小朋友 正在經歷一個失喪 原來都已經有這些 不同的感情 不同的情緒 包括在裡面 所以當我們接下來說 這些相關的情緒和感受 都是一樣的 我們在經歷一個失喪 同時間都會有這些 不同的情緒一起去經歷 所以裡面有時候 都會很複雜 不知如何表達 而在不同的階段 經歷不同的過程 亦都可能有些 不同的情緒 不同的感受出現 剛才都說了一些 開始的時候 會有一些懷疑 否定 或者意外的話 會很震驚 亦都有時候 有些人會麻木 或者是很遲鈍 很混亂 有很多的憂傷悲痛 亦都有時候會掛著 有時候會覺得很孤獨 有時候又會很敏感 可能旁邊有些人說些話 明明不是說自己都認不住 他是說自己的失喪 說自己 或者說過了新的人 亦都有時候可能會有一些自責 覺得自己之前做得不夠好 或者是他過世之前 我沒有好好地盡我的本分 沒有好好地侍奉他 沒有好好地照顧他 甚至乎沒有及早地跟他去看醫生 有很多這些自責會出來 亦都可能會有一些罪惡感 這個罪惡感 更加在一些意外上面 有人是過世受傷傷亡 有些人是幸存者 這些生存下來的人 很多時候都會有這種罪惡感 覺得為甚麼他們就死了 為甚麼他們就死了 我便生存在這裡 亦都有一些人會有些羞愧的感覺 例如以前 一個女士她丈夫過世的話 會被別人說她是黑褲 烏豬椅 她自己都會覺得 好像是一些很醜的事 亦都有一些很無助 很無力 都沒有甚麼可以做到的感覺 亦都有一些失落 開始有些擔憂 甚至乎嚴重的話 去到一些焦慮 家庭的支柱 丈夫過了身 那怎麼辦呢 兒子大學的學費怎麼辦 未來一家人的生活怎麼辦 很多擔心的焦慮 亦都是一些很嚴重的例子 有些驚恐 例如說一個家庭 有人因為意外過世的話 可能那個 在這裡仍然生存的媽媽 對她的小朋友 就會很緊張 每次都是 小小事情都覺得她們會弄傷 小小事情都會覺得傷害到她們 又或者受過侵犯的一些女士 她可能明明沒事 走在街上都硬是刑著 有人跟著她 經常都很害怕 很擔心 回到家裡第一件事 就是二十次的門窗 走二十轉 有沒有鎖好 有沒有擺好 有沒有可疑人在外面 有一些驚恐的情況出現 甚至乎 如果失去的事情是很重要 重要到 你曾經認為她是你整個世界 你會很絕望的 一旦失去了她的時候 剛才也說過 有些憤怒 怨恨的情緒 可能是對死者 可能是對跟失喪有關的其他人 可能是對自己 或者你被老闆炒了魷魚 那你那個憤怒 那個怨恨 可能是對老闆 有這些不同的情況出現 而另一方面 亦都有一些是可能 以前積落的憤怒 積落的怨恨 在這個時候都會同一時間爆發出來 以前可能是壓住了 這個尤其是對父母 我們很多時候都被教育 怎麼可以生氣父母 所以我們會把這些感覺 壓抑下去 但是隨著父母過世 這些被壓抑下去 可能一次過這些份量 會走出來 剛才說過 亦都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會壓抑下去 亦都有一些時候 我們很多的內疚 會出現了 這個特別我想說 就是有些人可能會有 有些如釋重複的感覺 尤其是一些照顧 長期病患者的家屬 當那個長期病患過世的時候 這個家屬 很多時候會有這種 鬆一口氣的感覺 但是又是不跟別人說 甚至乎他自己都未必接受得到 他會覺得 好像很壞 好像我很想去死 但是 我們體諒 去同理一下 他也是一個人 我們也是一個人 我們有我們真正的感覺 我們會累 我們有我們的喜怒哀樂 所以 我們先不去 說這些 對不對 好不好 應該不應該 我們讓自己真實去看看 究竟有些甚麼情緒 有些甚麼感受 會的 真的會有這些情況 還有另一個 都常見 有這些如釋重複的感覺 就是一些被虐待的人 當那個施虐者過世的時候 這個被虐待的人 都很多時候會有這些 如釋重複的感覺 出來 還有就是 有時候會有些後悔和遺憾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仍然是有機會去做一些補救 有些事情做得到的話 我們去補救了 盡量去減少 後悔和遺憾 無論是生者 或者對於死者 都是 有說話想說的 說吧 對不起 我愛你 有甚麼想說的 趁有機會的時候 先說他 先說他 有些甚麼遺憾 補救得到的 先做他 但有時候真的他已經過世了 真的做不到 那我真是很後悔很遺憾 可以怎樣 一會間有些方法 可以和大家 講回 去分享 那真的 當我自己在經歷一些 哀傷的時候 那我可以怎樣做呢 好像剛才就是這樣說 那些如釋重闊的感覺 那我第一時間就想 就是應該不應該 我不應該有這些感覺 或者不應該生媽媽 爸爸 所以第一件事 我們先放下這些 應該不應該 我們如實地去感受 究竟我這一刻 我身體的反應是怎樣 這個哀傷的感覺 在哪一個地方 我有甚麼情緒 有甚麼感覺 如實地去感受 那有些甚麼可以做 那找人談一下 找人傾訴 但是好像剛才這樣說 這些生媽媽 或者是說 這些如釋重婦 她走了 其實我鬆了一口氣的感覺 未必找到一個足夠 你信任的人 你覺得她 完全接納你的人 可以跟她說得到 所以 傾訴不了的話 有其他方法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行為去表達 例如我們上一次說到情緒 情緒 情緒沒有說好不好 不過看你怎樣表達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行為去表達 例如就是三日房門 只有你自己一個在 打枕頭 發洩你的憤怒 有些甚麼跟爸爸說 媽媽說 說吧 有些甚麼你想罵她 有甚麼氣她 你甚麼都說出來 你要哭 在那裡 可以透過這個行為 去發洩出來 去宣示出來 去表達出來 還有就是 有些時候 語言真的很難全面去表達到 我們整個的感覺 整個的感受的話 試一下畫畫 說 你跟那個死者的關係 用圖畫畫畫表達出來 你這一刻的感覺 用圖畫畫畫表達出來 還有就是可以寫信 這個又是對於 如果已經是過了生 有些事情已經做不到的時候 可以寫一封信給她 你有甚麼想跟她說的 或者是對不起我愛你 或者我原諒你也好 寫在那裡 當你寫在那裡之後 你不想被人見到 不想被人知道的話 你就燒掉了 而寫信也可以寫一封信給自己 寫一封信給自己 告訴自己 我很明白 我知道你這一刻很難過 怎麼寫出來 我們整個重點都在說 容許我們全面去表達 放下那些應該不應該 好不好 正面負面 我們全面去表達 全面去看清楚 去擁抱這個 真正完整完全的自己 而很多時候 當我們經歷一些失喪 我們會覺得 把注意力擺在自己 做得不夠好 不足的地方 而分落了 其實在我們生命裡面 或者在這段關係裡面 其實我們也做了很多事情 也有很多的意義 也有很多的價值 我們也肯定 我們生命和這段關係的 意義和價值 如果真的 你當一路處理的時候 你覺得有需要的時候 找輔導 找心理治療去幫你 它會幫到你 好好地經過這個 哀傷的時期 哀傷的階段 甚至乎如果察覺到 有那些複雜性的哀傷 那更加就需要去 找這個哀傷的治療去幫到你 今節暫時說到這裡 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會說 身邊的人 出現這些哀傷的情緒 我怎樣做 怎樣幫到他們 有什麼要注意的 轉腳回來繼續說